阿清国最大的为难不是那些叛军和太监 而是在你的心里 你五内如焚 六神无主 你 你是退位而进天下呀你呀 看着眼前精心培养的小浩 小庄心中五内聚焚 自己的儿子也是因为叛逆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 难道孙儿也要不他的后尘吗 都是皇家的精英 内心怎么就那么脆弱 于是就喜欢撂挑子 好在孙子与他老子不同 听着奶奶震耳欲聋发自肺腑的鼓励 康熙发现自己的魂正在慢慢的归来 看到孙儿迟疑不定 孙庄赶紧加大力度 只要咱们祖孙俩不倒下 别说他一个无三跪 就是他十万个无三跪 也不在话下 说完就安排宫女们打开大门 看着群臣就在殿外跪着 孙庄带着孙儿走到众人面前 坚定不移地充当康熙的后盾 恶番是我孙庄的意思 皇上是按照我的意志去办的 今天就是由天大的事情 由我孙庄来顶着 大家应当坚定信心 大清的江山是铜筑铁打的 只要咱们君臣一心 将士勇猛 一定能够歼灭叛敌 孙庄的这一番话 可谓是把所有的包袱全背了过去 一旁的康熙就是再笨也觉得羞愧不已 到了此时 他终于明白 只要奶奶在 一切都是浮云 瞬间感觉一股热血上头 心魔进去 看到皇上终于走出阴影 以所额图为首的大臣们顿时犹如打了鸡血一般 曾经那个自信的皇帝又回来了 于是开始调兵潜将 剿灭叛军 此时已经杀入皇宫内部的杨启龙 却渐渐发现 事情并没有按照自己的预估发展 自己底牌进出 人却越打越少 但围剿他的部队却源源不绝 眼看着就要被包袁 心灰意冷的他顿时丧失信心 打算先走一步 可是一旁的小弟却紧紧握住他的手 发誓一定保护他突出重围 只要他活着就有机会东山再起 副手为了救他 临时装扮成他的样子 吸引官兵的注意 于是带领剩余的人准备诈降 带到土海带人靠近准备拿人的时候 不料一旁的小毛子却成了替死鬼 这可气坏了土海 当即下令全部绞杀 一个不留 守在一旁的杨启龙终于等到了机会 趁乱逃离 等到一切尘埃落定 康熙来到小毛子的遗体前 决定给予后葬 剿灭了叛乱 重拾信心的康熙面对吴三桂 也没有了胆怯 当即决定想要御驾轻征 这可急坏了一帮大臣 预知后事如何 我们下集再见